划在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变 先退出一下 免得待会又 看到没有 就是它的布局方式 就是显示顺序 由于我们没有去调整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在 在那一组的 它这种显示方式就变了 对不对 因为对我们设上了相同的一些属性 所以这是它的一些规则 这规则我不打算细讲 大家可以下来去研究一下 当然我们说 这个地方我们会了 那我们怎么样去动态的去添加 当然也会了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地方 有这个manual对象 我们只需要 我们只需要这样就可以了 把猪销掉 直接给它 我们刚刚也演示了 add add menu add menu的方式 那么add menu的话 最简单的 你看这么多从来方式 比较复杂的是 group id 然后这个是 item id 就是它自己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元素 这个菜单元素的 菜单项的 这个id 以及顺序 还有title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比较常用的吧 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把它进行分组 比方说这个是第一组的 这个是第一组的第一个 你给它排序 你像怎么样排 title是 hello 这个就没有指定图标了 同理 这样我们以后在select的时候 通过这个item id 是不是就可以区别人出来了 给它排序 他们俩都是一组 hello wire的 看一下效果 就这么简单 就可以添加一下 ok 两个就添上了 好 这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应用 那么如果 它要添加一组 还可以添加什么内容呢 我们刚刚说 除了add之外 它有一个submanual smanual smanual的话 它很多时候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显示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smanual 很多时候 它在显示的时候 会不太一样 其实也 smanual也是一组而已 是最基本的 是最基本的 原来提到的那个布局怎么变了 被我改过了吗 这个是因为 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超过六个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的话 比较有意思 无论你是添加group还是添加sub 它没有超过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分组的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分组的 那你说这个排序我让它名字一样有没有事 也没有事 它忽略它就需要 这里头要去研究 规则还蛮多的 等到大家用的时候 再慢慢去研究 没有看出啥区率吗 是吧 OK 不多说了 这个smanual我用的我用的比较少 反正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些用法 更多的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官网的这些内容 它讲了如何去建立一个smanual 在xml里面我们要去建立一个smanual 只需要用到这种层级关系就行了 manual下面再靠一个manual 这样它就是一个smanual 那么事实上 我记得在用的时候 在用的时候 好像是 这个smanual这个地方会多一个那种 就像我们刚刚更多的那种标签的一样 像我们更多的那种标签一样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添加 效果不太显著 我再看一下 必须要六个以上 我们来做一个smanual试一下 manual 我把这几项加进去 这里要注意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smanual 就有子就要有负 然后你必须要放到item之间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注意这个 但是它对编辑器怎么不识别出来呢 bug 因为我现在没有把它放在item之间 编辑器居然不出bug 你看没有 它就出了贴吧 做得太烂了 做得不好 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 今天在那儿问问题 问题太多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细节 我们再来运行 运行一下看一下 它放在 这副item里面 要把它套起来 我们看一下add agenda和edit 看到没有 我们就只看到三个一级的了 对不对 只看到三个一级的了 然后我点一下这个呢 我点一下agent档 这个才是它子manual的这样一个效果 但我刚才那个动态 看来还是添错了 OK 这个就才是子manual的一个效果 不好意思 今天 今天 还不是已经放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 子manual它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 那么当然 如果你想把它们设成单选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manual里面应该也有 刚才我们用到的一个属性 这个manual里面没有 manual这个我平时也不记 item里看一下 manual item里面 有没有我们用到的属性 是否作为一个check的显示 显示 显示一个看一下 我们这些都是manual item的属性应用 我们先熟悉一下 后面我们在做那个 在做contact的上下文的这个菜单的时候 就比较清楚了 他们的这个属性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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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我们的group有一个属性 这属性叫这个 checkable behavior 再有一个single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用group还会比较方便 这样子他们就可以三者 配合着来使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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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就出来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 Option Manual的一个应用 而这个应用的话 大家可以下来自己再多练一下 它这个文章里面写的都蛮清楚的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除了Option Manual之外 我们还有Contact Manual 当然这个Sub Manual 我不认为应该归到他们这个 应该归到他们里面 Sub Manual应该归到他们两个里面 两个都可以有Sub Manual 什么是Contact Manual呢 Contact Manual就像我们的 Windows上面鼠标右键这样一个堆像一样的 就像我们鼠标右键这样一个东西一样 而且我们来看一下 他会提到我们的Contact Manual 他也说Contact Manual就像我们的鼠标右键一样 那么你需要提供当我们长按了之后 这样一个用户显示 那么只不过就也就是说我们看到长按 也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Android上的相当于我们鼠标右键的操作 其实是长按 你可以在任何一个View上面去建立一个Contact Manual 但是我们通常是建在ListView上面 总说这些废话 你比方说你自己去订一个Button 你有必要在那长按一下吗 对不对 确实没必要 我们主要是用在什么AdapterView上面 他这里说了一些步骤 第一步是注册 为什么要注册 我待会会提到 注册完了过后就跟我们这个普通的是差不多的了 也是在Create的上头 把它Inflatter就可以了 然后在Uselected里面去触发事件 是不是都差不多 对吧 无非在触发的时候注意一下 这个MenuItem 它可以转换成我们一个Adapter的上下文的这样一个MenuInfo 其实这个 它转化成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 它转化成这个是因为它是希望 希望去跟我们的那个AdapterView相对应起来 它是希望有这样一个关系 好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我们转不转化到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我来写一个 就我们当前的这个 我用一个ListAdapter 我给它修改一下 我们写ListAdapter应该是耳熟能详 非常熟悉了 那这个Layout就没用了 怎么做呢 我们不需要有什么Layout 我们只需要干嘛呢 三步 还记得啊 定义我们的数据源 这个我拿手 Items 我定义到这吧 Items Word China OK 四个 然后我们建立一个Adapter ListAdapter 直接的那样 我直接建一个Adapter 等于New一个 这里面的话 我们给它 几个 首先是上下文 List 然后是我们的每一行的那个资源 每一行的资源 我就用一个系统资源就行 R 点 Alt 点 Simple List Item 就Item1吧 然后这儿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对象传进去 叫MItem数据源传进去 然后我们就SetListAdapter就可以了 OK 这样子我们的数据列表就显示出来了 那么显示出来了过后 我们要用到我们的Contact 那首先也是要给它建立对不对 首先也要给它建立 用On On Contact OnCreate Contact Menu 然后在事件的时候用也是On Contact Contact 找一下 然后这是Option Menu 哎 我刚是不是点错了 老眼昏花了啊 那么在这里建立的时候我们想象一下建立Contact Menu的时候这个建立跟我们之前的建立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 那么一个是他多了几个啊 他多了几个参数 一个是他Manu对象 这个Manu对象我们想象一下 是不是跟我们刚刚那个是一样的 对吧 跟我们这个应该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是仕途 这个仕途当然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Contact Manu 触发的这个仕途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我们具体的Contact Manu的信息 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要去用到的 那我这里 偷掉懒 我直接也是用它就行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这样子来试一下 好 我们也直接把他那个 刚才那个Manu XML给他压进来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点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的OptionManu也好 ContactManu也好 他都会有一个按Create 就Create我们想象一下 他是在什么时候Create 什么时候被掉了呢 这两个回载方法 按Manu键的时候 他是秀呢 还是Create呢 你想象一下 不知道 不知道 很简单 我们打 打LOGO 打生命周期 我们把它生命周期弄出来 我这就弄一个onpause onstart 就不弄最前头的了 就不弄最前头的了 resume 我们不弄后头的 它肯定是在oncreate后面的 对不对 就不用说 我们把它打一打一下 我们把它打一下 谢谢观看